好 這支影片呢來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迴律之光無限這隻貓2閃打貓 為什麼說閃打貓咪呢 我們現在來看我剛剛刷圖 這是這隻刷圖的樣子 啊這是83的升空83升空的畫面 啊刷八這次呢老實說我刷八這次傷害是夠的 可是我會死因為這個閃打沒辦法控制方向 他可能會出那個那個怪物 金怪現在就很多那什麼閃電池啊對不對 我會直接撞撞上去然後我沒辦法控制 我就會直接被秒殺 因為這這隻呢幾乎是全自動的 他是全自動我只要 控制他的我只要滑鼠控制方向就好了 其他東西全部都是直接按就好了 直接按按著他就會自動這樣閃過去了 玩起來真的刷圖上跟速度還有爽快度都比地震貓還要高 但也不是說一定要轉成閃打貓咪這點可以放心 我自己試了一下 因為我目前剛從地震轉過來 我還有很多東西沒有弄 所以也不一定 但是我轉過來我的傷害低很多的 然後當然還有一些細節沒有高號啦 但是我覺得這次的傷害上線上是不會比地震貓還高了 可是呢有一個追憶叫做惰星閃電 惰星閃電如果有的話可能這次的上限可以比地震還高 因為地震很難去把 惰星閃電的那個機率給吃滿 但是對閃打貓咪就可以 閃打貓咪他的移動 太多了 他移動距離太多了 所以導致說那種 很難去吃滿的那個貓貓靈影機率 他幾乎都是直接滿的 啊 然後一樣呢 你可以從一鍵推薦去看我的地震貓 我也建議一開始不要急著轉閃電打擊 因為閃電 閃電攻擊貓其實比較 傷害傷害比較低之外 他的防禦面也要先搞好 因為你防禦面不搞好的話你玩會很痛苦 你沒辦法控制方向 你也沒辦法躲招 你如果玩這個閃打貓咪的話 你其實盡量是要幾乎扛所有的招 你才可以比較舒服 不然你可能閃出去就直接沒了 不過幸好是因為我們是 呃拿單手劑加盾牌 所以我們的生存面也不會到特別難搞 然後同時間呢 在我講那麼多話還有播影片的時候 我的 這隻角色已經打了3分鐘了 3分鐘是50秒 好我從來我完全沒有動 我雙手完全放開 他會自動攻擊 看到嗎 同時間在這邊講講話講那麼多的時候 我的我的貓咪已經 在這邊刷了4分鐘的傷害了 那你可以看到我一樣是可以爆裝的 可以爆裝 但我得老實講會比較難一點 比較難一點 我用掉落寵的話也可以爆 你看我現在我現在是掉落寵 用掉落寵也可以爆 可是他就是要看運氣吃到一個比較好的陳述 因為我現在也也爆起來很輕鬆 不知道我可能剛剛運氣比較好 用掉落寵也可以爆傷害也可以爆裝傷害 可是我剛刷會比較久一點 如果用攻擊寵的話很快就買了 那你看看到周期 DPS也都是 所以代表我傷害是超出這個 那我也不知道到底超出多少 但我會建議你說 你如果是地震貓要轉的話 最好最好要先把就一步到位 所有東西都先做好 那我來講這隻的細節跟他的配置是怎麼樣子的 好 首先呢 其實這一隻我全部的東西基本上都跟地震一樣 所以地震轉過來很輕鬆 你只要做好單手劍跟盾牌 然後 然後那個神格板換一下 遺物換一下就可以了 真的真的很簡單 其實重點是這邊的細節了 今天我花了大概3000火 把我身上全部的地方 都弄成雙梯零 或者是至少有個梯零 你看到這邊雙梯零 主作效果公安效果 然後主作效果公安效果 這邊有一個 呃新這這這是新做的啊 就是為了散打貓做的 因爲我之前不是穿梯零觸電的 梯零觸電 對閃打貓的加持很高 然後惡毒這個惡毒之手老樣子 詛咒手 現在現在也算也還好便宜的 可是這個是一定要的 這個主作效果378高弱是一定要的 你先買 底弱的擋著我覺得還ok 但是後面你還是一樣要換成 換成高高弱的會比較好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就有錢的話 我請你直接捏著 捏捏著褲長直接 買高高弱一點的 可能買個至少30%以上會比較舒服啊 然後這邊 兩條偏斜跟低膜 然後鞋子呢 為了配合偏斜 因爲這個三男王有個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偏斜受到所有傷害會額外降低10% 然後上升3成 然後受擊的時候會讓所有的偏斜消失 但是因爲我們 移動太多了 所以我們的偏斜幾乎永遠是滿的 我們偏斜永遠是滿的 所以偏斜對我們來說 一個非常非常強大的一個 防禦手段 那為了這件事情呢 我們不得不 跑起瓦里亞夜行 然後瓦里亞夜行 我還是很喜歡他 可是瓦里亞夜行加上他也沒有跑速 也沒有跑速 其實這個跑速也不用做 我跟他搶 因爲三男貓其實不需要跑速了 你用那個東西 位移他其實是不看跑速 他是看攻速的 只是這是我之前遞著貓 遞著貓位要跑得快 我打T0移動效果 其實你要打應該是T0 冷卻跟T0光環會比較好 哎戒指一樣 我們要求第一 詛咒效果 第一件事情 詛咒效果 詛咒效果一定要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身上的所有金裝位置呢 只要能拿的話 我盡量都拿了一條 每秒自然生命恢復 因爲這個每秒自然生命恢復呢 你看我的防禦 我的血量33 每秒恢復1189 代表我每秒回338血量 這可以讓我很有效的去對抗一些持續性傷害 還有持續持續地板啊 跟一些那種 你知道地圖裡面那個 不是有那個萬劍那個 他如果低下打到你 你沒死的話 那其實每秒生命恢復在 這個遊戲裡面是一個很強大的一個屬性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爲我們要去抵消 這個 我們有貓布發電拆獎之後 我們會 我們會去點靜電流星 那個靜電流星會讓你自身被貓貓零影結算觸電傷害 這個 結算觸電傷害很難去解決 甚至說我追憶多拿了一個318閃電傷害去轉換為冰人火焰 才最後比較好的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是 如果你用蓄電貓咪進化論的話 這個問題幾乎是 沒辦法去解決了 如果你還沒有蓄電貓咪進化論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以看一下這個這個方法 我很喜歡這個方法這個方法超級OP 可惜有了傳奇遺物之後就不用了 但是如果你還沒有傳奇遺物之前 我超級推薦這個方法 滿護盾的時候額外減88受到的閃電傷害 當你有擁有護盾的時候 記得要先有至少一條護盾哦 然後額外減少88受到的閃電傷害 然後這裡 狩獵之神的兩個板 受到的傷害58穿透 湊到兩個板 兩個板的意味 意味著呢 你受到任何傷害都不會減存你的護盾 所以你永遠會是 滿護盾的狀態 所有受到的閃電傷害都會減80% 就連怪物打你 跟地圖裡面的閃電傷害都會減80% 所以代表你幾乎是 無視所有閃電傷害了 這個方法超強 因為他連怪物的閃電傷害都會無視 你的閃電抗進戰也不會成你的問題了 所以這個方法我真的很喜歡 可是 可是這個遺物給的傷害很高 那如果你現在是不缺傷害 或是說你還買不起序列貓咪進化論的 前面記得序列貓咪進化論 盡量要 選前面一點 然後這個呢 這個呢還有一個點 就是這個 冷卻時間0.60.4 這個有一個弱子 盡量 去 就是可以先用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我很喜歡 推薦給你 然後一樣 就是我的一鍵推薦這邊 你可以從這裡查惡魔貓 可以查到我 每一天的那個 進度 不過我不知道我什麼查不到 查不到這幾個 然後這次我也會再把他上輪上去 好 我們再來看其他東西 劍 這個劍 我是20火 從賣場拉下來 直接直接開始玩了 為什麼呢 因為 T0 T0 因為我 我已經爆兩把了 我已經爆了兩把劍了 所以我還沒辦法做好 然後我已經沒有火了 所以我就先 先用這個 先去拉 賣場拉了一把下來 然後先玩玩玩看 然後我 有一個 呃 所要求最重要的詞就是 生命額外傷害 跟護甲穿通 因為這兩條詞呢 他對於貓影 你的 攻擊打到打到以下的時候 之後你的貓影 會再重新紀錄一次 所以這這條詞 他會是兩次加成 會是一個平方收益 所以這這兩條詞 一定要T0 一定要T0 然後後綴的話就是 攻擊速度跟雙倍傷害 還有爆傷就可以了 盾牌 我要講一個比較有趣的事情 你會發現我拿了很多爆傷 這裡 攻格也拿爆離職 然後我的這前面是打攻格的 因為攻格也是一個防禦面 然後前面拿攻格 然後這裡拿很多爆傷 我的爆傷現在是 466% 然後我主動效果195% 所以順便給你看一下主動效果195%在哪裡 這邊會有 我的感電效果是627%主動效果 然後跟我的元素破壞也是 那我來講 為什麼要特別去拿這個暴擊加成 因為我的板塊使用的是貝裂版 貝裂每3%的暴擊傷害 額外加1%的異常傷害 這個異常傷害呢 以前觸電不算是一種異常傷害 現在也算了 在這次PagerNode有特別寫 所以這個每3%暴擊傷害 額外加1%異常傷害 等於說如果你有400%的暴擊傷害加成 你會有133%的額外 異常傷害 然後因為我們稱暴擊傷害 就等於是在稱本來那一下傷害 這個是一個 超棒的一個加成 不要再用什麼落葉飛花 還是用什麼其他那些板的 這個直接給100% 100%更多傷害 拜託各位 拜託各位 直接去用貝裂版 然後就把你的暴擊傷害給稱暴 因為暴擊傷害也等於大量稱我們本來第一下基礎傷害 貝裂版 然後這邊我另外選是活性潮流 一樣就是活性潮流可以回生命 這個就是剛好順便買到 因為這個不貴 貝裂版超便宜的 你如果現在去 你現在去查貝裂版 你就知道貝裂版超級便宜的 不要再用那些那些 板子了 然後我順便講神格板 其他神格板呢 我這兩個 你看到我全部都拿受到物理傷害 轉換為隨機元素傷害 受到物理傷害隨機轉換元素傷害 這裡 這裡總共拿了36% 36% 然後這裡呢 一個觸發技能 因為貓貓靈影算是一種觸發技能 這個技能要拿 這會讓我們直接拿版祝福 然後這裡拿一個 這一定要有 使用位移技能的時候獲得靈動祝福 我們沒有的話 我們是不會重置我們的迅影的 然後這個暴擊時額外結端出點傷害沒有用 這個其實沒給多少傷害 只是我剛好打到 但這個沒有用 這個真的沒有用 不用特別去拿 然後最大生命 然後這個對移動速度加成同樣作用於位移技能 冷卻恢復速度這個也有用 這個也有用 然後就是拿有用的詞 最重要就是這條 然後我們再來 繼續看一下這裡 然後這裡 呃這裡我們要換閃爍 因為我們要加我們的位移技能冷卻恢復速度 冷卻恢復速度越快就代表我們迅影展 可以打的越快 行車衝衝一樣 啊這邊我直接給大家看我怎麼點 給大家看我怎麼點 然後這裡 藥籤 起碼角度 然後這個如果你沒有沒有的話也可以點點一點這個 然後如果你沒有辦法拿到那個 使用位移技能師或者靈動速度你可以從這裡花4點拿 可是這個4點拿有一點虧 有一點虧 所以盡量比要 然後暗影數字一樣 冷血 配上 毒癖吸徑 然後就這樣 就這樣拿 然後英雄遺物 訓練貓咪精華倫 那如果你還沒有的話我推薦你剛剛我剛剛講的那個方式 然後這個貓木發電猜想一樣你可以先用雛心就好 雛心就已經可以可以包裝創作有餘了 然後小遺物的選擇我選擇這個東西呢 他有個落值是4到5記得這裡一定要加5的 然後這裡拿一個閃電傷害轉化 然後這裡 基礎觸電傷害跟加5的基礎觸電傷害這一條對我們的 閃打貓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加成 這個閃電打擊呢 閃電打擊這個東西 有落值這個東西有落值然後最好最好0.2秒這個是這個是最強的然後這個不要閃現是6米的6米有點有點小最好是8米以上會比較舒服那當然12米更好然後我 這個輪格宇宙有特別講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0.2秒他說換0.1秒跟0.2秒他感覺傷害是差不多因為0.1秒是T0的T0那個超級難處而且天價 所以我覺得應該買0.2秒就好了 然後另外呢如果你還沒有辦法買神打擊你可以直接先用禁止攻擊就好 禁止攻擊 是超級便宜貨你可以用禁止攻擊他一樣是可以做到這個效果的 你可以給你看 禁止攻擊一樣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可是禁止攻擊他的缺點呢就是打圖你會比較不順一點 因為 這個閃電攻擊他會閃現至最近的敵人所以他會多一個閃電的動作但是禁止攻擊不會所以用閃電攻擊他會更順暢一點 但是如果你前面想要啟動而已的話禁止攻擊就夠了就就夠了 然後其他東西就就操一操吧就操一操這些這些都一樣啊記得沒有觸媒對不對你就直接就直接串一個有用的東西就好 反正你就自己累一點手按啊我因為這些東西我自己這些觸媒都自己打的 然後這裡電人其實這邊有一個可能要換可能要換比較好就是電人轉化這邊可以換成雷霆加值然後雷霆加值這邊可以打上這個可以打上一個標記效果 這邊可以輔助上一個標記效果但我懶得換我懶得換因為我剛從T的毛轉過來那我不知道那樣子會不會比較強但是我目前是沒有辦法標記敵人的所以虧蠻多的 我這邊標記敵人是用那個聚焦去標記那如果你不想這樣換的話也可以攻牛之助去換聚焦然後君米元素抵抗 君米元素抵抗他超強給超多超多元素抗性會讓你雙費舒服很多 狂猛然後君米再生魂族我選了這條這個我其實蠻很便宜 我知道看起來很猛看起來很猛可是我我才買120火而已那這個就是我們最喜最希望的就是像這種 下面這一條對閃打貓沒有那麼好用下面這條對閃打貓沒有特別好但是因為這是地震轉過來的嘛 然後這裡適應加主動效果然後這裡又拿了一個25%物理轉化所以我剛提到了我身上有很多的物理轉化元素障礙 最後總共呢再加上這裡28%我全部身上轉換是轉換了90%的物理傷害為元素障礙 這意味著物理傷害對我來說已經不是一個太大的麻煩我護甲就算只有18000 但是我的三抗呢848440沒辦法產生傷害然後腐蝕60%這樣子來講的話我其實對物理傷害的抗性會比較好好 好全部都講完然後我的氣磷呢欸這邊是都用掉落蟲啊如果你是用 你是用那個攻擊蟲的話就是刺散騎路人然後太太小力加主動效果了這些都是加主動效果 以及這個癱瘓跟附近敵人好就這樣應該沒什麼沒講到記得你可以直接用一鍵推薦去看我的流派 長什麼樣子有什麼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我是魔毛我們下再見拜拜 拜拜